你比星光美丽 原著结局 韩婷收购星辰 邵逸晨为秋子结婚 最近全网铺天盖地都是徐凯和谭松韵的新剧你比星光美丽 接下来 小编将结合原著和影视为大家提前聊一聊这部剧精彩的大结局 韩婷收购星辰 季星和韩婷第一次争吵是因为星辰科技的股权分配 增迪特意来告诉季星 星辰的对手汉海科技的背后掌控人其实是韩婷 至于韩婷为何投资星辰科技 最大的原因是害怕星辰科技会在以后市场上影响汉海科技的发展 季星明白 增迪告诉他这些事实 目的就是不怀好意 挑拨他和韩婷之间的关系 即便知道增迪的用心 季星内心潜意识还是有一种被韩婷欺骗的感觉 后来 季星为了不让韩婷对星辰科技有绝对的控制权 他私下去买了其中一位股东的股份 让他成为最大的股东 季星和对方签署股权转让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韩婷签字盖章的 但是 季星并没有打算告诉韩婷 而是搞了小动作让韩婷签字 然后他将公章偷偷地拿出来 季星的这一操作 韩婷都知道 为了不给季星难堪 韩婷要故意装作不知道 可随后 季星不知道 韩婷在背后又用高价买回了季星刚得到的股份 顺带将其他的零散股份一并收购 韩婷所做的一切 可能在季星心中 她会认为韩婷霸道 故意难为她的星辰科技 事实并非如此 在韩婷的心中 她必须要当大股东 只有这样 她才会保护星辰科技继续地发展下去 因为 在这个尔虞我诈的职场中 像星辰科技这样 只有技术没有资本依靠的小公司 是很难存活下去 然而 季星在后面理解了韩婷的用心良苦 但她还是决定辞去星辰科技的负责人职位 韩婷这人做事 总是会比季星考虑得更多一些 季星是个技术人才 但并非是管理人才 韩婷走的每一步 都是经过邹密的打算和计划 这次会有她在圈子里的稳定地位 最后结局中 韩婷彻底收购了星辰科技 将汉海合并 启明汉海星辰 还是贴心地保留了季星原有的名字 邵依晨为秋子结婚 大家还记得邵依晨和季星分手的剧情吧 太难过了 在剧中 无论季星如何痛哭流涕地挽回 邵依晨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分手 在邵依晨的感情观中 她想要的感觉一定是她是合稳定的 很像我们传统观念中的男主内女主外 邵依晨她其实不需要季星太过努力 即便是创业 她只当是季星一时兴起 因为 邵依晨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邵依晨每次看到季星工作的样子 心里在感到欣慰的同时 却又觉得和季星无形中产生了距离感 就如 季星每次和她聊医疗科技的话题 她一知半解 也不知道在季星筹不到投资的时候 该如何去安慰她 邵依晨和季星原本是最懂彼此的人 但随着理想和人生目标的转变 两人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原著中 邵依晨在和季星分手数月后 就和季星的闺蜜魏秋子在一起 并快速地订婚和结婚 其实 邵依晨并非有喜欢魏秋子 而是觉得魏秋子更适合自己 至少魏秋子在她最难过的时候 会在第一时间出现 而且 魏秋子和她一样 对于生活的追求都是简简单单 魏秋子对邵依晨早就新生暗恋 只是碍于闺蜜季星的关系 她把这份感情藏在了心中 邵依晨和季星的分手 算是给了她一个机会 在最后结局 季星得知邵依晨和魏秋子结婚的消息后 说的最多的就是祝福 因为季星清楚 有些人注定只能爱不能相守 没能走在一起 还是说明缘分不够 而且感情这种事 真的没办法努力和抢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的鼓励是小编不断创作的动力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 新剧地带 祝您好运不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